宫里的事情 跟我说点宫里的事情吧 西华门那儿有个小门 过去下雨的时候强塌了 太监们驮着往外运煤炭方便 把他改成了一扇门 外面看不出来 有人就靠着他做生意 太监们往外偷东西卖啊 后宫嫔妃 撕毁家里人哪 北镇抚司早就知道此事 一来是不愿意得罪 有权有地位的嫔妃太监 二来是收一大笔钱 大家发财 恭敬森严 岂是八面投放 那些不可言的丑事 臣不能说 今晚有暗线送消息来 有条大雨 钻进皇后的宫里了 你现在就派人去盯着你 把什么样的大雨钓出来 可就不好说了 皇后 你们怎么来啊 有刺口奉旨保护皇后 有刺口奉旨保护皇后 恩主 混账 刺口奉旨保护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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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舅 内宫怎么会有锦衣卫进来 还带着刀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谁让你们来的 皇妃 奉旨捉拿刺客 这倒是奇了 刺客 刺客怎么会拿到 皇后宫里来了 皇后现在有孕在身 你们要是谁惊扰了她 谁担得起责任啊 都到外面去等着 出去 什么事 咱们 大人 他只会有什么事 你呗 这东西是谁的 我的 是你的 回皇上话 这是我的东西 皇后喊我叫姑姑 我想我还是 用这个特权的 你喝醉了 谢 谢皇上 我是喝醉了 你管了一辈子的后宫 这是要煮九族的 九族 九族 煮我九族的时候 还没你呢 九族 九族 只剩下 我这么一个老婆子了 是真的吗 想好了告诉我 否则别怪我不留情面 你到底生的什么病 你到底生的什么病 煤煤就在床上 皇上 你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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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此人死了 你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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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死了 你死了 你死了 龙门半步 胡尚仪交公正司 是 皇后 走 我走了啊 今天给王爷讲 春秋左世传 这是鲁国使官左秋明 为春秋做注释的一部史书 《语公阳传》 《古梁传》 合称春秋三传 皇上说 王爷通权谋 行罢诈 对真正的王道一无所知 所以皇上选定了这部书 派我来给王爷讲 喝一杯吧 这部书最重要的是 提出了关于王道的政治理念 是史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这在永乐大典中 收录的史书中 也是列入经部的 真是一字褒贬 善物分明 好酒 这酒是我供下南京的时候 皇上赏下来的 存了二十几年 本来我想 等到自己当了皇帝 再慢慢喝 但现在只能把他喝了 到梦中去作罢了 何国家 王爷 皇上派我来给你讲书 您一句不停 您这是难为我 就算我的学问不高 您也应该听几句吧 我现在就请辞 不必 你学问很好 也没酸气 我喜欢 只是你读了这么多的书 连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 将来有什么意义 我又怎么不懂了 我在智史上用功最大 你说我哪儿不懂 那我问你 答错了便喝 永乐大典金石子集 翻开所有的诗书 里面讲的是什么事 一句话告诉我 包罗万象 所以说你俯儒 这个问题我六岁时 我爹问我我便知道 三皇五弟到如今 诗书浩如烟海 说的只有四个字 正当皇帝 对不对 喝酒 你说的那些话 啰嗦 无用 喝酒 你还要什么话呀告诉我 大侄子 你三叔就这么点宝贝 都卖了 我可就什么都没了 你去验了祸 再来找我谈吧 总而言之一句话 皇上是架在祸堆上烤的那个人 大家伙不算计你 你就白坐那个位置了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 可就是不说 说出来 大家凡事都好商量吗 皇上想知道什么呢 你还真得给我提个醒 二叔的事情 你看 那么要紧的事 你只字不提 你这么保他 叫我如何对你放心得下呀 老二永远圈尽了 已经是只死老虎了 可他到今天都没有认罪 你要想让我信你 这点见面礼都不拿出来 就太没诚意了 是臣不早了 是臣不早了 各自歇息 臣诸高岁 恭送皇上圣驾 过了今晚 你就跟皇上说 我冥顽不灵 不要天天来了 怎么 诸兄你怕我抢你酒喝 好一个竹兄 好一个竹兄 但是你把我当朋友 我也得替你着想 你难道忘了马哈木的事情了吗 你来的次数多了 嫌疑就大 将来皇上一定会杀我 到时候那些小人又会造谣 说你是二爷党 我于谦小小的一个侍奖官 扛不住这么大罪名 夺虑了 不过我要纠正你啊 皇上是仁君 他告诉群臣 绝不杀害血亲 你并不了解他 论其虚伪残忍 他不属我爹永乐皇帝 论其狡诈伪善 他超过我大哥 这样的人 心机太重 杀气太大 运气太好 这三件事都夺了天机 他不会长寿的 你不要诽谤皇上 这件事 咱俩道不同 不相遇吧 我朱高絮 如今已经成了一个 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别人叫我一声王爷 是想看我的笑话 承蒙你叫我一声朱兄 我送你一件东西吧 不再一声 会哭 一声 竟然我要出来了 你再走 怎么回来 不是 好 其实我都会有便宜 你怎么回来 就是我 这样子 所以我能伤了 他说他是个贼 饿了好几天了 好不容易把我家门撬开 竟然什么都没找到 后悔啊 你还是不要送我东西了 免得我挂你 你是小皇帝身边的敬臣 将来他一定会提拔你 到首府的位置上 这无需我担心 我能送你点什么呢 我只有百十口名剑 你也不感兴趣 金银彩宝 你喜欢就拿走 不要 不要 这样的好酒送我凉坛倒可以 你看 今天晚上你也喝我也喝 这是最后一坛了 没了 干脆 我送你一个媳妇吧 朱兄 你喝多了 我有一个小女儿 养在府中 不是王妃亲生的 也没有人知道是我的骨肉 她娘死得早 把她托给我 这些年我心里还是很愧疚的 将来皇上一定会杀我 我 到时候满门老小 断不会存活半个 你能不能替我收养 做媳妇也可 做妾也可 哪怕是做个婢女 也胜过年纪轻轻的就夭折了 朱兄 真到有那一天 我于谦 护她一生是没问题的 你是我一字之师 我说到做到 就是她的 可喜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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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人心不想 然后你的 你觉得皇上真要处死你 皇妃到了 皇后被圈禁了 皇上不许她见任何人 她出不来 我刚刚到她的宫里去过 你现在只有我能够来看看你 你现在只有我能够来看看你 我是会乱后宫的罪人 请皇妃走吧 外面的宫女 都是我过去宫里的老人 他们什么都不会说的 你还有什么需要的 有没有什么话要我转给皇后 这件事情应该烂在肚子里 皇后应该可以免罪 我来之前 带了贺顶红 我不要他们那些脏手碰我 天亮之前 我就走了 这孩子走了之后 我一直很困惑 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还要活下去 我一直以为他需要我 需要我给他弄吃喝 教他做人养他长大 等他走了之后我才知道 我才知道 我更需要他 我在宫里 每天每天跟个鬼一样 到处游荡 我想知道他的消息 知道他在做什么 他在哪里 这种日子 这种日子 真是太 太这么认了 总算过去了 尚一 我没有什么能够给你的 我就 替我妹妹 替我自己 还要替我们的父母 给您磕个讨吧 单问皇后好 我没法 再给她任何东西了 是她姐姐 你是她姐姐 总算 这世上 有个人陪她 是她姐姐 我 平安 是个人陪她 那是姐姐 你 怎么会 是姐姐 我 一个人 把人要 划 是姐姐 我 Crush 你 谢谢你 我很 皇上 皇上 你到底想要什么 皇上 三叔 三叔 皇上 非要逼得这么紧吗 老二的事情我还没想明白 有些事情 我还得去查识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侄儿吧 皇上圣明 姜 姜 死了 好 你告诉我 西华门外有个小门 可以偷偷运东西进来 结果叫我查到 有个男人被偷运入宫 之前皇后小产 这是迈案 查清楚来报 臣诸高岁领旨 我给你取消了 谢谢 我会得到的 我会得到图 然后我再来 我会得到图 那是什么 咱俩是你 我会得到图 你也不得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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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要干什么 又不吃饭又不吃药的 是想死吗 你们都下去吧 是皇上让我来劝劝你 我这才能进得来 胡尚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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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替你定罪了 他死了 你要是怎么再继续遭见自己 他岂不死得太冤了 我知道尚义 他已经死了 是有人告诉你的吗 今天早上 天快亮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心痛如脚 血肉分离 我便知道 他死了 无需别人告诉我 我和他 都是这个世界上多余的人 只有我们彼此觉得重要 他死了 我心里有一块东西也死了 他是天亮之前死的 我去看他 他有一句话 带给你 他说 问皇后好 他 他 再也没有什么东西 能够给你的了 我告诉他 我是你姐姐 他很高兴 他说这世上 总算有个人陪着你 总算有个人陪着你 是 交旨出了叛军 为何兵部不报 皇上 这是去年三月的事情 郑和 也曾经上折子 奏报先帝 先帝考虑的是 国家财政预算问题 召回了皇府将军 定下了招服叛军的主旨 结果呢 在交旨的大明部政司 就这么灰溜溜地回来了 这个时候 你们知道瞒不过朕了 结果给了叛军 喘息壮大的机会 现在中南半岛诸国 暗流涌动 不再驯服 皇上 这件事情 臣反复上折子 忧思于心 五内如焚 杨大人请起 谢皇上 这件事情怪只怪 朕接受南洋的事已太晚 还有些不输门路 郑和朕问你 此次 我大明的部政司 是非彻不可吗 是 辰文 赴死 自三年不改旗帜 为孝 既然是先帝 定好了的事情 臣希望皇上慎重处理 先帝的对错 我们先不去管他 但只为一个孝子 就把将士们用鲜血换来的江山白白丢掉 也是不行 郑和 你好好说说 丢了交纸 后果是什么 后果就是 我大明在海洋上 面临着战略退却 我军在南海地区军事力量的减弱 将直接导致和中南半岛诸国的关系 分散甚至瓦解 这就意味着 太宗皇帝搭建的陆路和海洋县 恐怕 要放弃 皇上 先帝当时不顾一切 为了保障太宗皇帝出关打胜仗 停掉了郑和下西洋 停掉了对附属国的用兵 也停止了不急之需的花销 当初 国家的财政 都已经到了危如累卵的时候 即使到了今天 我们还是依旧没有改善 皇上 户部今年还是入不敷出 太宗皇帝和仁宗皇帝修建灵寝 动大功 愁的 我是整夜都睡不着觉 不知此钱从何处出啊 朕还没说要花钱 你们就紧张成这样 今年的国家财政预算我看过了 朕记得其中有一笔 是要给朕修灵寝的费用 是吧 是啊 已经派人选吉地了 晚几年再修 朕现在春秋鼎盛用不着 把这笔钱 皇上 修灵寝也是要选吉时 选吉地的 一切按照朝廷的体制来办 随随便便起句话 乱了体制 给后代儿孙留下恶劣 也是不好的 杨阁老 你又给朕扣大帽子了 照你所言 为朕修了这座灵器 就可以风调雨顺 天下太平了 在这件事情上 我用心正大 吉不吉利 那是老天爷管 朕不管 太宗皇帝说过 我大明的疆域 不只是看得见的 还有看不见的 是海洋和诸国的情意 我们这些不孝儿孙 不为他开疆拓图也就罢了 总不能丢了老祖宗的事业吧 朕和 朕替你筹备这笔经费 支持你再下西洋 怎么啦 怎么了 上了岁数害怕风浪了 若是能在下西洋 朕和愿为国家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小的时候 我叫你马宝叔叔 马宝叔叔 说句题外话 以你的功绩 足可以一样天年 富贵双全 非要到那波浪凶险的 大海上去吧 回皇上的话 一日不在海上 整合睡不好 吃不下 如果这一次能顺利成行 我想在下中南半岛 恩赴诸国 与西洋 呼噜摩斯国建交 然后一路向南 到莫桑比克海峡 拓宽我大明的经商 和国防的航线 好 朕等你回来 不要叫 余大人 我是汉王派来的 汉王叫我把小姐给你送来 他叫你以后断然不可再去汉王府 将来他在地下劫草仙环 来报你的大案 来 你 给余大人请安 不守礼节夜奔至此 还让大人受惊了 好 小姐请起 余大人 你 你叫什么名字 我没有名字 我爹说 余大人叫我什么 我就是什么名字 小姐 小姐 你上床歇歇吧 我在地上睡 大人不喜欢我 非夜 非夜 君子不欺暗室 我既然答应照顾你 我既然答应照顾你 就不会食言 今天太累了 先睡吧 明天再聊 Tag 我跟着她 Wha 我去 你看她 不可 我去 我去 现在 我去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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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你去 你去 当是朕的 这是中南半岛 一路向西 皇上 过来坐 这么大的地图 哪儿来的 这是郑和城上来的 大明海事图 看 这一小块地方 就是他去过的地方 还有这么多的地方 连他都没去过 郑和都没去过 大明呢 大明在哪儿 在这儿 这么小 那我们还天天说天下 天下的 那岂非是坐井观天了 这是你我相识至今 你说得最有见识的话了 以大明为天下 实则井底之蛙 所以 郑和会再次驾船向西 一路向西 结交更多的国家 实现我平生所愿 皇上 您格局宏大 一定会成就一番伟业 趁你那么高兴 我求你件事 成不成 想好了再说 别坏了朕的兴致 是 是 请皇上 借了皇后的圈禁 皇后 帮我 把人家里的兴致 保持 两个人 是 她的兴致 我 她的兴致 她的兴致 她是 这个兴致的兴致 你 她的兴致 天以泪洗面 要是把身子枯垮了 宫里宫外的传出去了 会影响到皇上的圣德 漫漫接受春欢 翩翩千绣青纱 灯花满盘维绝 旺旺未成秋月 惶惶心碎又甜 被钻泪剑梦蹭不蹭